上周 山姆超市和新疆一起成为关键词 冲上了微博热搜 在京东山姆会员官方旗舰店 同样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新疆商品 旗舰店客服表示 确实已经下架了新疆产品 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后续还会重新上架 除了山姆会员店之外 旗姆品牌沃尔玛也下架了新疆商品 线上商城也无法搜索到任何相关产品 官方客服给的回应是 因为门店没有足够的库存 31日18点半左右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发现 山姆会员店已经重新上线新疆相关产品 记者还在线上买了大枣 但20点左右在搜索 山姆会员店新疆相关产品又已撤下 对于此前下架原因 是否是因为库存供应等问题 截至目前山姆方面尚未回应 最近几年 沃尔玛在中国市场弊店的消息不断 其经营重心 也逐渐转向主打仓储式业态的山姆会员店 凭借精简的SKU 商品批量化等特色 山姆会员店正在给中国消费者 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 因很多物美价廉的商品不断出圈 甚至山姆会员店 一度成为很多网友 慕名前来打卡的网红圣地 由此也被外界认为是沃尔玛的未来 此前据披露 山姆将会尝试在一二线城市的中心区域新建 或将部分具备条件的沃尔玛大卖场改造成 山姆会员店 同时山姆也会以每年新开4到5家的速度进行扩张 预计2022年底将会有40到45家开夜门店